罪过之酒浓,爱过之珍重,有过一段婚姻的人才更懂感情,这一点连古人也很了解。 所以,汉唐十杰的古人其实并没有处女情节,反而把已婚女子看作宝贝。 曹操专门建造了一个同阙台收集已婚女人,关于对秦一路的老婆情有独钟,唐朝的时候离婚也成为男女投奔自由的普遍现象。 在古代大人物那里,有过婚史的女人往往更招人待见,不过王志嫁给汉武帝的时候肯定是隐瞒了婚史。 通俗地说,王志是个二婚女人,而且的的确确是农民的老婆,还生过孩子。 出身如此卑微的王志,如何走上成功之路,逆袭成为皇后的?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,每个成功的女人都有个好父亲或者好母亲。 宇智嫁给刘邦,是因为他有个好父亲独具慧眼,看出当时是屌丝的刘邦日后有出息,将其嫁给了刘邦,富贵七戎成为皇后。 王志能嫁给汉武帝,也多亏自己有个好母亲。 王志父亲身份普通,是平民百姓,但是母亲赃儿是汉出的名门之后。 王志增外祖父,母亲的爷爷赃图非常了德,曾经是楚霸王项羽手下的一个大将,被封为燕王。 赃图后来跟着韩信跳槽投奔刘邦,结局也跟韩信一样,被刘邦泄莫杀驴。 王志的母亲赃儿成年之时,赃家已经像曹雪芹家一样,成为破落户。 因此,出身名门的赃儿,只能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平民。 赃儿和丈夫王仲生下一子两女,儿子名叫王信,长女王志,次女王茂许。 王仲死后,赃儿又改嫁给长陵田氏,生良子田坟,田圣。 起初,赃儿也没有觉得自己的长女有什么特别之处,于是王志刚刚成年时,就将女儿嫁给了一个较金王孙的普通农民。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,王志这辈子就是一个村妇,围着锅台转,直到老死。 严格地说,是一个算命先生的到来,改变了王志的命运。 有一天,王志的母亲赃儿找一个算命先生为自己女儿项念,算命的一看,扑通一声给王志跪下,连声喊皇后娘娘。 要换一般女人,一定会把算命的当成疯子赶出去,拍马屁也不会拍,说我女儿将来成为富婆兴许有可能,成为皇后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 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 可是,赃儿是个伟大母亲,她知道自己是名门之后,女儿身上有着贵族基因,为什么不能成为皇后? 哪怕是万分之一希望,也要试试。 于是,赃儿就不顾农民女婿金王孙的强烈反对,把女儿接回来,送到宫里。 可怜金王孙刚结婚两年,就重新成为光棍,哭得跟泪人一样。 其实她也应该高兴,她睡的是皇帝老婆,有这样福气的人,恐怕只有几亿分之一。 王志进宫之后,马上用浑身手段,得到了太子刘起的青睐。 接着,王志大公无私,向太子刘起推荐了自己的妹妹王儿许。 于是,王志姐妹俩独占了太子的身心,成为后宫的主人。 王志肚子非常争气,像下饺子一样生孩子,在生下了三个女儿之后,又生下了皇子刘彻。 不久汉文帝驾崩,太子留起登基,急汉景帝。 但这并不等于王志已经大功告成,因为皇后之位已经有了归属,而且刘彻之前,已经有了九个皇子。 刘彻排名帝时,成为太子的难度堪比登天。 但是,王志毫不气乃,他有的是办法给儿子加分。 别人生儿子的时候,都是哭着喊着说太疼。 他在生儿子的时候惊呼,一轮红日钻我怀里了。 而且喊的声音非常高,恨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得见。 这一招非常高明,不动声色地告诉汉景帝刘起,我生的儿子可不一般,是当皇帝的命。 既是对汉景帝的心理暗示,也是在大造舆论。 其实,王志情商非常高,正因为人家有经验,一进宫就紧紧抓住了刘起的心。 除了王志姐妹,再也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。 因为王志进宫后,尤其的其他后妃就没有再生过孩子,从皇十子刘彻到皇十四子,都是王志姐妹俩所生。 但是当时立即的儿子,皇长子刘荣,已经被立为太子,按理说,形势非常严峻,希望非常渺茫。 但是,王志并没有灰心,他经过反复观察,终于找到了成功的捷径。 立太子,皇帝当然说了也有分量,但是起到更关键作用的是窦太后。 窦太后虽然没有武则天,吕后和慈禧全是那么大,但跟他们比也不逊色多少。 只要能抓住他的心,王志来了个曲线救国,让四岁的儿子刘彻娶了太后的外孙女,自己的表妹,姑姑管桃公主刘朴的女儿陈阿娇。 如此一来,刘彻就离太子之位更近一步。 管桃公主肯定希望女婿成为未来皇帝,一定会在自己母亲,斗太后跟前施加影响。 王志抓到了问题的要害,成功地战胜竞争对手,让汉景帝废了立基,也废了太子。 立基失败也是因为自己不懂政治,当时身为太子的刘荣,18岁了,还没有老婆, 管桃公主开始是看好刘荣的,想把女儿嫁给她,可是其母薄姬竟然无情拒绝,由此错过了政治联姻,巩固地位的机会。 常言道,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,当机会到来时,立基没有好好把握,结果儿子被废,丢了性命,自己也郁郁而终。 立基倒台,没有儿子的宝皇后自然也没有好下场,很快被废,王志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后,七岁的刘彻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。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,王志被册封为皇后以后,哥哥王信被封为盖侯。 王皇后的三个女儿也风光无限,分别嫁给了权贵,长女平阳公主先后嫁给了汝阴侯夏侯婆,后又嫁给大将军魏卿,次女南宫公主先后嫁了南宫侯张作和奈申,小女龙绿公主嫁给刘嫖的儿子龙绿侯陈桥。 就这样,王志做了九年皇后,直到汉景帝去世,儿子刘彻登基汉武帝,熬成太后。 不久后,窦太后,太皇太后去世,王志成为宫中老大。 虽然汉武帝刘彻英明伟大,但对于母亲也不能不有所顾忌,以至于母后发怒的时候,连自己的好姬有命都保不住。 汉武帝这个姬有名叫韩燕,也是个官二代。 刘彻小时候当为焦东王的时候,两人就经常在一起,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 刘彻成为皇帝之后,让韩燕来到自己身边,大家宠爱,提拔为尚大夫,出双入队,形影不离,甚至同床共枕。 有一次江都王刘飞和一帮大臣跟随武帝去上林院打猎,汉武帝有事走不开,竟然让韩燕坐自己的车架先去。 以至于江都王远远看见车架,还以为是汉武帝到了,向其跪拜。 最可气的是,韩燕竟然视而不见,驾车冲了过去。 江都王忍无可忍,去皇太后王志那里告了一桩,愤愤不平地说, 我一个王爷还不如宫里一个奴才,我干脆和韩燕换换为之算了。 王太后勃然大怒,开始整韩燕的材料。 经过调查发现,这个韩燕除了诱惑武帝,还利用出入宫中的便利,跟宫女乱来,把宫里搞得乌烟瘴气。 如果不惩治她,恐怕后妃们也会沦陷。 到时候宫里的婴儿满地跑,分不清哪个是汉武帝的,哪个是杭公子的,皇室血统就不纯正。 于是太后大怒,要将韩燕斩首。 汉武帝得知后乱了方寸,亲自出面求情,但王太后当机立断,杀了韩燕。 由此可见,王太后不只是会权术,也不只是会抓住男人的心,而且还是各时大体的人。 武帝时,魏皇后的弟弟魏清为战胜匈奴立下赫赫战功,获得了无上的荣誉,风头盖过了王太后的兄长盖侯,盖侯免不了去妹妹那里发牢骚,但是王太后却没有顺着哥哥说,反而对魏清大家赞赏,还赏赐魏清很多金银珠宝。 无论如何,王智都是一个厉害的女人,从一个村妇变成皇帝的独宠,老公开创了文景之制,儿子打造了汉武中心,一个比一个牛气,能说没有王智一点功劳?